聚焦到高雄捷运虽然说捷运的运量是逐渐的攀升 而且呢这个运量搭载的票房也有乐观成长的趋势 但是高雄捷运的财务亏损仍然是相当的严重 刘议员就指出是因为当年锁定的BOT合约当中 要把折旧给算进去 现在对于市府计划修改合约乐观其成 高雄捷运运量成长仍弥补不了折旧造成的亏损大动 当年新建时的BOT合约在议员看来是主要原因 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我们是采取BOT 那BOT是表示说它原来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捷运的积淀的这些成本 必须要折算这个折旧的成本 呼应我们所有的议会的同仁 能够让这个修业能够成功 认同市府准备修改合约的方向 张峰腾先为市府呼吁议会同事支持 而话锋一转关心大众运输系统的公车民营化 陈局长公车民营化 其实要跟好好的跟公车处的员工好好的谈 不要姿态太高 其实如果说他们能够给他 就是好的一个方式的话 他们其实非常愿意的 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年 那不是只有这样 我们还希望说在整个路线的调整 配合明年民营化 还有其他新的民间公司 如果可以投进我们这个公共运输的市场 我们需要把整个公共运输的市场 把它给优化起来 在公车民营化过程提醒 市府重视既有员工的福利 让谈了很久的公车民营化 有机会在今年圆满转型 港东西文物院朱宇宏采访到大